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放在一块是最好 你觉得企业的标准 对我严格一点 就你不能自律是吧 你永远是那个被动的人 白化病 对 皮肤比较白 然后发毛都是白色的 眼睛是弱势 生患白化病乐观面对积极改变 那你现在看他们看得行吗 看不清 但是我能听懂那个声音 你好 那个刘家勇 对了 对了 这个身体问题有很大的伤害 老板看着就会特别厌烦 就说 这种不要 我没想到在这里找过 我说 这么严格 找的是位法国朋友 你为什么要抢我们中国的女人 中国姑娘远嫁法兰西 回国求职 却是喜忧参半 可能我会加班的那个 任性没有其他人那么好 语言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要求高工资 我对法国员工一直是心有欺欺 一星期工作35小时 这跟中国的快捷都是完全合不上 我是做执法记录 城管不易啊 真的 城管小伙局心转寒 身心健康是成败关键 抑郁的东西我觉得 我已经看得比较开了 就是双向人格障碍 红视眼中的你叫病殃子 对 然后你刚才还说你间歇性的 还会发生抑郁状态 他不敢招你 王老师你千万别害怕好吗 优点现在一个也没找出来的 缺点蹦超几个 给人感觉就是恨铁不成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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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大型互动 实场招聘节目 飞你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兔磊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天气卫视飞你莫属 我是兔磊 欢迎所有来到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节目由港荣争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荣争蛋糕非你莫属 港荣争蛋糕好吃不上火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12位老板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小招的时候 做的是人类自然他们的工作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我还是比较情向于策划 我想在三十到五年内 在所在的行业 能做一个机身 只有努力登上山峰 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我认为职场也是 努力做到最好 才会看到不一样的 赵迪24岁 安徽人 博海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赵迪 来自辽宁 今年24岁 2014年毕业于 锦州博海大学 所学专业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一份与活动策划助理 营运助理和12位老板 因为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郭老师好 谢谢我的简介意 麦老师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 赵迪 大家看到了一位美女 在大学做过模特 另外她在一家公司 做活动策划专员 做了一年 所以我觉得你的经历 从兼职这个角度 还是挺靠谱的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不过我报个八卦 她在大学的时候 被四五十位男生追求过 算暗恋吗 你这数字 都明追 不算 标语情书 然后 都递一个情书 她也接了 就算一个 是吗 对 不算暗恋 对啊 不是你们要看一下 她学什么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那专业里 估计没几个女生呢 都是男生 难多女少 是的 我们学校女孩挺多的 有多少个男的追成功了 什么意思 好问题 好 有多少个男生 成功地掳破了你的芳心 大学只有一个 另外的四十九个 失败者 失败者 这样吧 既然你今天是来求职 活动策划 营运类的工作 你把这五十个追求者 来陈述一下 广泛地分析一下 它都分类 然后说一下 你对他们分别的分析和态度 有那种语言 非常圆滑类 她都说些什么呀 都怎么说话呀 那个比如说 他们在我们学校 有的是校外的 注意我的 然后一到下雨天呢 就会问我 有没有闪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心里就合计 有没有闪 你倒是来 来给我一把呀 你问我干嘛呀 就是我喜欢那种 付出行动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下雨了 然后我一出来 然后他在门口等我 晚上给我打一把闪 就不用说什么 我就特别感动 那叫男仆 好 这是第一种 他认为不可靠 他喜欢实习付出的 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语言上 说的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行动比较多的 就打着伞在门口等你的 那也没成功 那种就是说不浪漫 又不浪漫了 手里应该就拿走花 第三种浪漫 第三种就是浪漫的 它有时候过于花哨 过于浪漫的 你接受过什么样的浪漫呢 最浪漫的是哪一种啊 就比如说 那个在你没有预想当中的时候 就整个晚上放礼花 整个晚上放礼花 这霧霾有多大吗 好 就是说一次两次的话 属于惊喜 如果经常性的 我就感觉 他以前是不是对其他女孩 也这样 就是有点不靠谱 我就喜欢那种语言 能稍微实际一点 但是有一点那种浪漫戏 不要太重 主要是付出行动 就喜欢这种 那你说一下 你后来成功的那个人 是怎么成功的吧 做男人太苦了 对 想死先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对 就这在场的 这些男老板当中 你的种种要求 就哪种类型最适合 或者你也可以说 是谁跟谁的综合体 那我说那个 神种跟 神种的综合体 为什么是神种和 神种的综合体 要综合他们的各自 什么特色 神种穿的多花呀 那我们俩在一块 不掐死 神种穿的多艳呀 我就是感觉 世界心两位都很强 首先 世界心都有 神种是 可能是穿着稍微 花哨一点的 或者说感觉很浪漫 这点挺好的 要她的浪漫 事业心 和她的什么呢 就是感觉 也挺踏实的 最后最关键是 他们俩的财产 能够放在一块 就最好 你是准备搞个一拖二 不是 神总是因为 对每一个都特别浪漫 如果两个人 非要选一个 你选谁 非要选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偏于那个踏实一点的 浩哥是吗 直接说年轻一点 是神浩是吗 这方面 你应该听听 女性对你的点评 尹峰可以给她点建议 我觉得你观察这些老板 是很有一套的 尹峰姐姐 你要选这些臭男人们 你选哪 你必须选一个 这些呀 尹峰谁也不会选 就必须在这里面选 你选哪个 都死光了 就剩这几个 就我们这几个了 那我就单着呗 自力更生呗 兄弟们咱别录了 太伤心了这事 没有 其实刚刚你说 本来就是一个 巨大的矛盾 你要找一个 事业生特别强 还要能够帮你 安前马后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你刚才有 折我标准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折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能对我有一个 非常阳格和系统的培训 对我阳格一点 要严厉 对 要足够狠 对 应该我还可以历练自己 其实刚刚说的这点 显示出你个性中的 一个特点 就是被动 你看你找的那 你喜欢这两个男性 其实他们身上 有非常共同的特点 就强势 主动 进攻性 而你永远是那个 被动的人 你为什么喜欢那种 特别严厉 特别狠的 就你不能自律是吧 不是 就是阳格一点 为什么要对你那么严格呢 你自己对自己 严格不就是要严格 赵迪 我从你上台到现在 我倒觉得 你是一个 其实性格挺刚烈的人 你从战断之后到现在呢 其实脸上呢 笑容并不多 而且呢 你不管是在谈自己之前的 这个择偶标准 恋爱经历 还是你现在在谈到 你的择业标准的时候呢 你都是语气果断 神情坚决的 如果你再找一个 性格很硬的老板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冲突吧 我不冲突 他一定是喜欢被降服的感觉 其实其他的我不看 我倒觉得这个女生呢 尹峰所说的被动 我是肯定的 而且以自我为中心 我也是肯定的 所以恰恰是被动 和以自我为中心 而他自己确实 对自己又不放松 所以才希望外部条件 能够更符合 自己内心的诉求 是吧 而且还有诸多的条件 大家决定一下 你的去货流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第二轮选择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网友图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好多女生在表现民族舞的时候 全部都是跳歹族的呢 是不是歹族好挑一点 我是比较喜欢我个人 陀老师 歹族舞特别是孔雀舞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常规性特征呢 就是身体的S型 三段弯 三段弯的S型 这是必须表现的一个特征 但是呢 他既然选择了这个舞 但是他却穿了一个喇叭裙 他没有选择捅裙 就已经就是把这个孔雀舞 那个S弯最诱人的那个亮点给抹杀了 其实我有一个挺奇怪的 就是说很多跳舞的 它有这个体型啊 跟这个笑容啊 都展现在脸上 你好像自始至终脸上是比较矮板的 那是一只忧伤的 说实在的 舞蹈舞蹈的时候表情特别重要 专业学过吗 这事 你的表情 你的舞蹈是专业的吗 不是 不是 业余的吗 很多年没跳了 那干嘛要跳 就是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才艺 勉强拿出来凑合一下 那不是凑合 就是 不是 你总而言 才艺是拿最强的出来嘛 拿得出手的嘛 对不对 这可能就是最强的 对 你自己都觉得一般 那你干嘛拿出来跳呢 对不对 我努力了吧 你努力了 那你今天来是应聘策划专员 就是助理 助理港 助理港 但是你后面还有个营销运营类工作 对 是吧 那你营销运营类工作 你以前有个什么经验 我这个营销 要我解释一下 是那种营销策划 营销策划 也是偏向策划方面的 你在之前的工作里边 你是在沈阳这家公司里边做策划的专员 做了一年时间 为什么现在离开了以后 还要去应聘这个岗位呢 因为首先我挺感谢那家公司老板 但是这家公司呢非常的小 就是几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吧 那个赵迪我讲啊 干什么行业都是什么行业的那个范儿 嗯 就是你你不太像干这个活动策划的范儿 因为我觉得你稍微笑一笑活泼点 我觉得这个印象会好很多啊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是紧张 我是一个那种 就是朋友评价也是那种外冷那热型的 嗯 不爱笑可能自己 就是生活中确实也有一点不爱笑吧 对于这个职场上来说 可能也属于一个地段 可能以后在这方面 也需要加强一下有点吧 从道到尾 对 他一直其实保持他那种状态 就算进入职场之后呢 我还是蛮担心他的心态的转变的 我们来听母亲描述一下 来把话筒交给母亲 您女儿是平时就这样吗 他这孩子吧 平时吧也就是不太爱笑 再说吧 今天有点紧张 平时今天能好些 那你说他融入我们团队 就是他平常人缘好不好 这可以说他人缘非常好 你看他是外冷 在他心肠非常好 他非常就是挺随意 你看他是冷静人他随意 他跟大伙同学关系啊 就是包括家里邻居啊 他都相处非常好 有老有小 来 请坐 谢谢大姐 好 谢谢 好 其实呢 他要求职的都是策划的基础港 其实要求还不算太高 那个薪水要求不低于多少 在沈阳是4000 只能在沈阳吗 只能在沈阳 为什么 原来不是也写了北京吗 对 但是跟家里构同过之后 就只能是沈阳 只能在沈阳 那沈阳的好像比较少 沈阳有岗位的 有哪几位来举下手 我了解过 就只有两位 就那两位 我这边是销售岗位 沈阳的销售岗位 那个阿姨 你是不希望他到其他城市 一线城市锻炼锻炼吗 孩子不想让他离远 孩子首先也不想离开 他跟我说了 姐 你怎么想的真不重要 你对他怎么想的 主要是我妈妈自尽了 我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话对事业的发展 有很大的进骨 如果来到北京或上海 尤其是做策划 这个职位 其实到大城市发展会更好 对 而且你 你现在还很年轻 对吧 你在北京锻炼几年 三年前 这个舞台来过一个叫 王贝贝的 今天我刚跟他中午吃完饭 他明天就回老家了 但回到老家 他就在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单位 找了一个很好的职位 就因为他在北京 有三年的锻炼 所以你决定要不要考虑一下 哪怕是来北京上海 或者大城市杜杜金呢 多学点本事再回去呢 如果待会儿 有这样的岗位提供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认为如果他能够放开胸怀 走出家里边这个很近的距离 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城市 去历练的话 可能两三年是应该有挺大成长的 还是那句话 年轻应该多闯 不然未来会自己后悔 很多话已经聊透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六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进的实位 来 王勇 那么团队的主要任务呢 是推广 那么需要一个策划 但是同时他也兼做活动推广 这是我们的职位 好 陈昊 我们今天在东北地区 有几十个管理岗的招聘需求 所以我给你 虽然我放给你这个岗位 但是你一定要在北京轮岗学习 你才有自信回去 大概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一般看成绩 可以 给你的是我们江峰连锁事业部的运营专员 好 谢谢 五八同中给你提供岗位 在沈阳的销售专员的岗位 好 谢谢 东军 蓝色火焰 沈阳分公司的市场专员 谢谢 嘉勇 给你的是我们市场执行 你需要在北京待六个月 然后回到沈阳 因为我们会首先在北京这边有个集训 然后你再回到地方 好 妮娜 谢谢 那现在提供给你的呢 是在沈阳的一个市场活动执行的专员 谢谢你 请考虑 谢谢你 你好 没有悬念呐 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 掌声有请 陈昊 东军 谈钱不善感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你们好久没站在一块了 请揭晓 5500加 4500加试用机 东军 5500加是试用机还是正式录用 正式和试用都是这个 那你那边正式录用多少钱 因为我看北京有没有信力能留下来 如果北京有信力能留下来 底薪会高一些 如果是沈阳的话可能在5000左右 问一下沈总 谁来带我 就是从实习期谁会来带我 就是沈阳的运营经理会带你 我那个5500 能变整数吗 这问题问得巧妙 你的意思是 你是说5000还是6000 上限 往上 往上限 是6000 6000 能不能变整 对于一个我喜欢的人才 加 老板就是这么任性 就任性下又能怎么样呢 可以的 加1500 对 来 浩浩 你是不是也加一加 我要准备减500 好 来 看一下这边 他减了4000 到4000 来 你来体会一下 这减500跟加500的意思 你自己内心感受一下 其实你的学校是一个二三本之间的一个院校 对吧 本身那个院校这个专业也很一般 你呢也没有在这方面显示很强的能力 其实能得到这个工资已经超出了你地方的薪资水平了 在北京也算是你这个学历的正常价格 其实你前面是不是一个激将法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你的营销策划非常成功 你已经俘虏了我 你成功地让你的工资涨了 我是这样感受的 两位老板都是好老板 两个企业都是好企业 但如果按你之前所说 你不要宠着我的企业 你要对我严格的企业 从这点角度上而言 东军今天是宠了你 那个是对你严格要求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决定你自己选 好吧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优胜教育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选谁呢 时间请考虑 优胜教育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选谁呢 我选择神仲通灵珠宝 去吧 我留在了通灵珠宝 也是因为 它能在沈阳培训我吧 也是我向往的 然后需要从一些基础的岗 一点点住息 多积累一些经验 学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天生的白化病 不过这样的话 去找工作也不好找 大家也特别的歧视 我觉得飞行工作 特别神奇 就是像我们这样 在平时生活中 不容易找工作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找到工作 有一种能够改变 令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想进一家公司 然后慢慢地学习 在五年之后呢 做一个人力顺权的管理层 王淼淼23岁 陕西人 吉鲁音乐学院 钢琴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淼淼来自陕西西安 今年23岁 毕业于西鲁音乐艺术学院 钢琴专业 之前有做过钢琴老师 酒店钢琴师 销售代表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寻求的职位是 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生 以及各位老板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陈云老师好 听我简历 沐阳老师好 你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 朗淼淼呢 因为从小的这个身体的原因啊 曾经比较自卑 后来呢 他开始学钢琴 发现他在钢琴上很有天赋 也让他的性格呢 变得很开朗 最近一份工作呢 是曾经在一个小公司 做HR的专员 负责招聘 我觉得你挺靠谱的 我推荐你 您是不是我们 平时生活当中所认识的 就是有白话柄 是这个吧 这是遗传的吧 我们家好像就是 阻弹没有遗传 但是可能基因的问题吧 然后特征就是 皮肤比较白 然后发毛都是白色的 眼睛是弱势 然后怕太阳光 可有那种灯光 您的头发是染了 对 涂了睫毛 本来眼睫毛也是白色的 对对 发毛都是白色的 那你现在看他们看得行吗 看不清 那他们待会说话 大概是哪个方位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我能听懂那个声音 那待会灭灯 我帮你灭灯 也得知道你灭谁啊 这是考验老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报名 说话的时候 没关系 我能听得到你们 因为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我知道每个人 每个老板的声音 稍等一下 我指谁谁说话 看他能不能听音辨人 这也是一番长久关注节目的一个功力 你好 那个今天吃的是什么 那个刘家勇 对了对了对了 来来来来来 他这个再来再来 太容易识别了 那个一出来 东北话声音就出来 对 这个刚刚那个是沈东军 我还没有变声 不 我还没有变声 对 他的声音就是狐狸的声音 正常招聘的时候没法变声 还有严峰老师 还有余文昊老师 这都听得出来 来 我的声音还可以 这是谁 王文刚 谢谢 王文刚太坏了 故意变声 对 他声音哪样那么醇厚 再来是一个最老一点的 你好 我是我 段东 段东 好好 在生活当中 除了亲人之外 和比较好的朋友之外 谁记得住你们的声音 对吧 所以这是一份温暖 但同时呢 他这个弱势呢 确实也造成 他这种视觉障碍 但在工作当中 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 就是因为我要看电脑 非常近这么近吧 来 你念一下这个 可以 可以念出来吗 大学期间喜欢参加各种活动 大学期间多次参加晚会 你看电脑也要这么近 对啊 那么太刺眼了嘛 没事 能工作就行 这也太近了 但是他这么近 他就会看得挺清楚的 不影响到工作 这么远我就看不见了 你以前面试工作 这个身体问题 有很大的障碍吗 有 因为他有的人 就老板看着 就会特别厌烦 就说 这人不要 就这样 但你还挺开朗的嘛 因为我学的钢琴呀 我心情不好了 我就弹贝多芬那个暴风雨 或者是热光第三乐章的 我觉得挺好的 你喜欢弹钢琴 对 我喜欢牢牢 什么时候学的钢琴 16岁学的 考了几级呀 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参加过 真正的考试 因为真正考试要看那个电脑 我跟人真心看不见 我就没有不敢去参加 所以你排解心情的唯一方式是钢琴 钢琴 然后还有 对 家庭条件怎么样 一般吧 那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不待在离家庭 你家乡是哪里的 西安的 你在西安有父母在身边 工作不是更好一点吗 就是我们的关系非常一般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我心里想什么 我每从16岁 什么叫关系一般 那干嘛 因为我们很少沟通嘛 我16岁就出来 在北京上学了 然后16岁一直到现在 就一直在北京 然后每年过年就回家 那么七天八天的 有时候 因为之前我有工作嘛 也不能耽误工作 他们觉得我是像跟你们一样 正常人 所以他们不必 好像没有什么太担心 我觉得这有点误打正着的意思 本来按照来说 父母应该更关爱他 结果倒促成了他独立的性格 对 我现在特别自立 我看你这工作 好像是在酒店弹钢琴是吧 对 我有兼职 在酒店弹钢琴 主要工作呢 主要工作之前 是做那个人力 在那个公司 那个小王 我觉得你介于 你现在这个实际的状况 因为人力资源 是要和人打交道的 你要关注别人的脸色 比如说招聘的时候 你不能说用耳朵听 因为你听我们声音 因为经常看电视嘛 一个求职者 你不可能从耳朵判断出 他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呢 他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 客服之类的一些工作 接电话之类的 客服我没有做过 我也其实我也不怎么知道 你是意向只有人力资源吗 也可以从客户生成开始 就是慢慢地轮杆 看自己适合哪个 有工资的要求吗 工资 因为最低4000吧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3500 3000差不多的 我不能再找 跟大家平息 平做的工作或者是 那从哪儿多出了这500呢 其实因为我之前 有做过人力资源嘛 然后我在公司 给他们招聘的时候 第一个月 我就可以招到10个人 而且当然有8个人 是入职的的 真正入职的的 而且他们的品质 还有他们的销售技巧 都不错 那个淼淼是这样 我们是个电商的公司 那有一种岗位 叫做运营 其实它像是销售 但是它主要的工作 是对着电脑 去做所有的货品 商品管理和销售管理 这种工作岗位 你有兴趣吗 其实我想说 我对数字呀什么的 那个不是很感兴趣 之前我在做人事的时候 算薪金都是 我辅助别人做的 但是我自己 没有真正地做过 他喜欢与人性打交道 对 因为我喜欢 跟人讲话 苗苗 那你要喜欢 跟人打交道的话 做客服 不是挺好的事吗 做客服 因为我真没做过 他没做过 来 第一轮选择 去火力 还有实战灯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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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 就是你朋友中的 你是一般什么样的评论 他们说我性格还挺好的 就是容易相处那种 还是说 我比较容易忍让 因为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跟别人吵过架 我也不会吵架 淼淼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我也特希望 你今天找着工作 但是我觉得求知意向 真的还不是特别明确 你做人力资源的话 你应聘人力资源是哪个模块 传统的六个模块 你选哪个 第一个是人力资源规划 然后第二个是招聘与配置 第三个是培训开发 其实我觉得招聘更适合你 因为规划并不是在你这个层级可以做的 但招聘你真的挺适合 其实我自己特别想就是像 就是以后五年之后吧 可能或者十年之后 我想像尹峰一样 就是做一个就是老板这样 创业 有自己的一个企业 因为我毕竟找工作比较不方便 杨淼说到这儿 其实我就想提问了 刚刚大家都在说 你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素质 你也认为自己很行 我就是到目前我没看出来 你能跟我们展示一下吗 比方说如何能证明一下 你有很强的招聘能力呢 我能就是现场的 你来就是有没有人想到我们公司来 可以啊 就尹峰吧 好行 招尹峰做你们的销售 来 小尹 你们那现在招聘什么岗啊 你好 我们这边招聘那个销售代表 您之前有做过销售代表的工作吗 没有 那您 那我想问您自己就是说 您觉得你比较适合干什么岗位 就是你比较喜欢什么职位 我看看你们那有什么职位适合我 其实我们这边吧 主要就是招销售代表 因为你也知道销售代表的话 它的进程空间也是挺大的 而且它薪资也是比较多 你们这个销售代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 就是销售什么东西啊 就是先以电话的形式 把客户邀邀的公司来跟他面谈 我们卖的是一些高端的艺术品 就是收藏品 比如说其时间和任请来 他们的一些书法大家的作品 就我们是以电话的形式 把客户邀邀的公司来面谈的 你之前有做过电销吗 没有 那你之前有做过什么工作 我之前做过服务员 服务员做了多久 服务员做了十年 十年的服务员 您都没有想要晋升一下吗 本来我们公司是要晋升 我做店长的 我觉得我干不了 那你的就是 我觉得你的思想就是那个 我怎么就是在 听这个过程中感觉好像 你们是个人就可以去做销售代表是吗 你对我没要求的吗 本来我还挺忐忑的说我啥也不会 他会不会要我 结果听了半天感觉 我什么都不是只要是个人 他就会要我 所以他问的问题 你看在招聘过程里面 最忌讳问什么呢 问封闭性的问题 做个服务员吗 没有 你喜欢做销售吗 喜欢不喜欢 这样的问题其实问不出这个人的潜力的 一个是开放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指向性的问题 就是销售是有特征的 这个你绝对是自己悟出来的一种销售的面试的办法 所以呢 他能干人力资源吗 苗苗 我觉得 我觉得培训出来以后 可能会是一个中等的水平 来 申雷还有什么问题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考不考虑电销和外呼这一块的 因为我感觉 你在做人刚刚面那个影风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电销的思路 其实我们这块倒是挺需要人的 不知道你考不考虑 因为我之前做电话销售是做贷款的 然后就是感觉业绩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销售方面 没有太大的那个能力 那我觉得他特别纠结于 做人力资源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一定不能在已有的世界观里 把自己框死 天有无限高 关键看你能走多远 你每天看电脑 大概能看多长时间 都能看 就是工作这是可以的是吗 可以 就是对眼睛没有伤害的情况下 有没有医生建议你说 最长不要看多久 其实我现在 现在对于我来说 我怕找一份工作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的视力会不会在持续的下降 还是到这里就停止了 还是会继续下降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更好吧 因为我之前弹钢琴的话 看那个乐谱 就越来越看的话 就是那个视力又可能会有所增加 你为什么哭了 其实我觉得我找工作特别不容易 我就会想先去一个公司 然后从底层开始做起 然后学习我喜欢的东西 我没想到在这里找工作 这么严格 因为我一直很早 就会参加正规的那个面试 因为我之前在小公司做那个招聘 因为我们公司 因为是小公司嘛 他不会要求就是业务员有多高的水平 他只会要求他那个语言沟通能力 还有独特的那个学习能力强的话 他们就会 普遍的话都会要的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父母不太关心你 你在北京一直是独立生活 你是希望我们把你当一个 普通人来对待 还是当一个不普通的人来对待 普通人 那不就是了吗 我们对普通人都这样 今天还算好的呢 你有什么好哭的呢 那个淼淼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我刚刚在接受你面试的时候 比较严苛是吗 对 因为我正常碰到的 都是比较没有那种 但我觉得我在招聘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你是不是联想到了 之前在求持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对 苗苗 我问你个问题 假设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你是今天的面试官 我是那个站在台上的一个候选人 我觉得你对我太严格了 然后我就像你一样现在哭起来了 你会怎么看我 会觉得你没有那个承受的压力 就是玻璃心 溢碎 就是没有抗压能力 其实我是有那个抗压能力的 只是刚才只是自尊心的问题 所以才掉眼泪 不是因为压力太大 所以才掉眼泪 就觉得自己就自尊心受打击了 所以就觉得自己还是能力不足的 其实玻璃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刚刚在跟你演示这个过程的时候 首先是因为你说你很擅长 然后你愿意来演示这样一个过程 原本我是以为这个过程你会加分的 其实展示完之后 我并没有做任何评判的技术上 可能你自己意识到 原来这是一个小公司的水平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 就是自己招聘能力还是有 玻璃我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呈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这种中 很害怕的就是缺乏自我认知 这样一个客观现象 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多好呢 其实我就是觉得自己 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完善的地方 那你就去完善 你哭什么嘛 我就觉得我自己太没用了 然后我就觉得 不是 苗 苗 苗 其实刚才我觉得跟尹总问你问题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没有 跟那个没关系 对 我是觉得你是面世压力 自己承受不了 是他自己承受不了 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职场里有两种人 一种叫草莓族 一种叫石头族 草莓族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上班扛不出一点压力 一碰就烂了 石头族就是那种坚硬的 搁到哪都行 你觉得你愿意选哪种 石头 对 你既然想选这种 咱就不能再把责任 归结到别人身上 我们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坚强一点 工作地点是哪里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除了西安都行 除了西安 又开始任性 因为我真的 我在西安里面受的伤太多了 而且我对 就是我们家那边的 公交车什么的 我坐得真不方便 我真心看不见 而且我那边的路程 真的不熟悉 那你其他地方 更不熟悉 而且因为我爸妈都不在一起 我回家 我根本不知道该去哪 好吧 好不好 我暂且能接受除了西安 其他地方都行 对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灵 还有几点吗 来 从怀哲开始 我提供的职位是客服 这个客服就是邀约那些 想做社群营销 想做微商的人 来做我们的大群主 或者做代理 好 谢谢 妮娜 我的岗位是在北京的招聘专员 好 谢谢 加油 妮娜 其实你的过程中 有一个情绪的一个疏解 其实你过去 可能有很多的委屈 但我相信 你进入一个正规的 有培训的一个企业 一定会把你带出来 因为你身上一定有一种 坚韧不拔的精神 而我现在做的这个PVGO项目 就是大学生创业 职业能力养成平台 我们今年会招聘 两千个大学生校内代理 同时我们会做 大学生创业大赛 也会做这种百场小学行 我愿意给你两个机会 第一是我们的招聘专员 另外一个就是客服 好 谢谢 东军 给了你两个岗位选择 一个是人力资源专员 一个是葡萄酒微商的客服 淼淼 我给你提供岗位 是在我们天津客服中心的 客服专员的岗位 好 尹峰 开不知一位你准备的岗位 是客服专员 好 陈浩 是我们少年派项目的运营专员 我们本身招那个运营专员 就需要有才艺 有的会唱歌 有的会弹钢琴 所以那个是跟孩子 更多的打交道 孙磊 那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外呼专员 可能你过去是面向的是 企业的代表 而现在呢是面向的是个人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王文刚 是我们的运营部的运营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本来我想说 我扶着你过去 把他们给灭了 或者我帮你去灭了 现在我决定 你自个儿走过去 我慢慢去 因为将来在工作过程当中 很多东西都要你自己面对 所以你要自力更生 我知道 好吧 去吧 前面有个台阶 慢一点 Portugal Moses Champions 您 für 您 您 要 谢谢王总 我好喜欢你 有请申磊 家勇 弹琴不算感情 请揭晓 你猜家勇给你的是多少钱的钱 你猜 我猜啊 比我以前的高还是低 你自己猜嘛 你猜家勇的那种性格 他会给你高还是低吗 4000 4000 你猜的真准 你猜猜这个家伙给你多少钱 应该是低吧 应该比家勇低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做那种的底线 好像就是3000到3500之间 所以你猜他给你多少 3500 3500 3500 对了 3500 3500 对了 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 对 他的灵感很强 淼淼你可以问一下这两个企业 因为他们都是创业性的企业 因为我想 我想其实我想让刘总 给我加一点点 刘总这还加一点点 他写的是多少 4000吗 不你猜中了吗 4000吗 4000什么 有加号吗 有加号啊 那行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两个 我想问那个刘总 就是以后我的那个空间是什么 就是晋升的空间 就是最高能够晋升到什么位置 第一呢就是 因为PVC本身就是以系统培训为著称的 因为我们提供的所有的都是给我们的员工 包括我们修学学员培训 那么我们是以实践代培训 假如说你是做客服也好 或者是招聘专员 你只要把这工作做得好 我们就给你无限的可能性 另外我再说一点 刘总人家没问你呢 你要问他话吗 问谁 孙蕾 孙蕾啊 你刚才说加一点是对我说 不用了 人家说不用了 不用说 人家不用问 我再说一点 第一点来 你怎么这么烦的 人家不问你也要说 那你问一下我吧 您工作是在北京吧 在北京 好 问完了 我也挺值得 对不起 人家挺值得 别不好意思 如果 刚刚 因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 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背景 和你所 现在所谓的这种数字 是非常适合去做这种 带销售性的这种外户工作的 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 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 加入我们的公司 少说 加500 对 加500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觉得 你完了 你完了 加钱都不要你 他还在加 他要不要加 不用加了 真的 不用加了是吧 淼淼 其实我就是觉得我的那个 好像不太 真的不太适合做 那4500 他加了1000 4500 这是不是钱的问题 我不是一个看钱 淼淼 淼淼 但是我要为我未来的负责 为我未来 自己的未来负责 我想要做的是招聘专员 我可以从就是刘总那边 就是慢慢地 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 我不管花多长时间 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 深总的一片心意 你到底是接受 还不接受 你自己待会儿选 好不好 好 但是他的心意是真诚的 自己好好地考虑一下 来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理财范 福能集团 或者是县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福能集团 去吧 好 去吧 所以我之前对他们 都是有了解 而且我比较喜欢人 就是听那个P&A GO项目 而且他给了我也是 招聘专员的工作嘛 而且就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淘宝店能学到 你能接触到的东西 是有限的 我想去接触更深的更科学的 一些经营管理的方式啊 所以说我想找一份公司的工作 学习磨砺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金子 但是我知道自己想发光 王天琪 24岁 河北人 北行师范大学 心理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天琪 今年24岁 来自河北三河 我以前当过城管 开过网店 然后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想求之一份助理类的工作 或者其他各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这个城管的气质好特别哦 是 比较温柔的城管 王天琪经历比较不特啊 他做城管的时候 一会大家可以分享 就知道城管它也是弱势群体 然后第二呢 他自己干那个淘宝店的时候 搞女装代购 利润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呢 他应聘的也是希望去一些企业 尤其是电商类企业 做相关的一些运营啊 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呢天琪有一个 这个跟我有点像 就是我们都是上学的时候 曾经得过抑郁症 是吧 其实也不算 对 就是抑郁状态 然后这个严重的时候 也曾经想不开 是吧 后来他也学了心理学 但是呢 这个抑郁症 是心理上的一个感冒 对吧 我们这感冒过去了 我们就特别的阳光 是 是吧 好 拥抱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被城管追的那些日子吧 来 跟我们说一下 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 有哪些记忆难忘 你一说被城管追 实际上 我追别人很少 别人追你 对 有那么一回是 我是做执法记录 拿摄像机 然后拍一些我们 那个平时执法的时候的一些片段 有一次去看 去那个 拆除一个伪装建筑 然后队员四五个 去拆他那个 用那个木头围的篱笔 然后呢 然后那个 我大概离那个 他们拆那个伪装建筑的现场 大概得有 十五米 十米 你站那么远拍 对 然后屋主出来了 其实已经提前很久通知过他们 让他们自行拆除 但是他没拆 他一看着这是 他可能有点慌 但是他非常 也不能说非常机智 非常机智 他就随手抄起一个那个篱笔的那个木棍 估计他本来真的是想去恐吓我们队员的 但是他一看四五个带我伙子 琢磨了一下可能说 我还是不去了 但是看远处有个小胖子 对 看远处有个小胖子 拿摄像机 我这被拆了 你还拿摄像机拍我 来伙了 一人好欺负 他就追着我 然后我特别尴尬 你知道吧 就是 那么多人他不追 偏偏追我 我还离得挺远 欺负我 这柿子拿软的捏 对 有个胖子跑得慢 虽然说我的确 他在那个 我后边追 我还在前面跑 跑的时候我还要 回过身拿手 用摄像机拍着他 还要这样跑 对 太对了 对 图类老师握手 太对了 这是 您说被城管追 我想到的最近的 后来你怎么样了 你挨揍了吗 没有 我觉得 就是我跑得慢 体力不好 但是我还是把他跑过了 好 胜利了 城管不易啊 真的 后来怎么又做上女装了呢 最早的时候 一链公司在三河那边 有一个折扣店 当时我做的时候 可能折扣店还不是很多 价格优势比较明显 我便宜拿 然后在网上加价卖 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 六七千 我说的是全年均值 怎么又不干了呢 还干着吗 没 也不能说是不干 是交给朋友干了 可能说我现在看 再重新去让我编辑东西上架 拍照 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 让我去做 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我可能有点抵触了 就想换个环境 就是先让朋友先替我弄 天琪 我看你这边写的就是 高中毕业 成考本科再读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你现在是在读 还是已经毕业了 我现在是在读 因为我是高级本 就业余时间读对吧 对 中文 是喜欢心理学吗 对 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将来 理想的就业的 是跟心理学相关的 其实你的家庭 不是特别的完整 对 从小父母离异 各自组建家庭 对对对 但其实你的性格 还挺开朗的 你说你学心理学 是为了治疗自己的抑郁 也不是为了治疗自己的抑郁 就是抑郁这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看得比较开了 你的这个所谓的抑郁状态 应该早就没有了吧 你不是初中 一阵一阵 一阵 现在还有吗 对对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 就是双向人格障碍 不是 你别说那么可怕 不是 最可怕 你看 说的比较可怕 学医的人 就有一个就是医学院的 大三的学生 有个大三现象 就他医学知识学到一定程度 但又不特别精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 这是病 这有病那有病 这不就是医病症吗 你有时候有段时间 有心情不太好 那不叫抑郁 就是乱用术语 对吧 穆言说的绝对是一个真 因为我在学医的时候 对啊 无论学什么病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 我们自己得了那病 放大一下 因为这个是暗示的力量 你是学过心理的 就大家双方在持续 你这么暗示 哎呀我好像得抑郁症了 我好像得抑郁症了 其实你就真的 有可能暗示得力 暗示会变成真的呢 对 如果你持续暗示 我很健康 我没什么事 你就真没什么事 对 所以沿着这个问题 天琪 你这是我难得在这里面 这么写的 就你看哈 上一个工作辞职原因叫 身心状态不佳 对 同事眼中的你叫病秧子 然后你刚才还说 你间歇性的 还会发生抑郁状态 他不敢招你 那你 谁都不敢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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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老师你能正常多长时间呢 毛老师谁都不敢招 你就这么说完了 大家都很担心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我建议你啊 其实呢他不像那种很油的 让人讨厌的 他是有点小可爱的那种幽默 但是切记你的用词 在回答严肃问题的时候 不要吊儿郎当的 正儿八经的回答 要不然人家真误会 不敢招你了 聊着聊着呢 发现有一点的蛮事不公 有点小精灵啊 小滑头啊这样的感觉 就让我心里头打得一个晃 然后随后呢 他又来了一段说 我是小病秧子 如果你在任何人 面试的过程当中 写这样一份注解 在自己的简历上 我想任何普通的 哪怕是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都能知道 这样的简历是你 根本都不可能得到 面试机会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 求职的策略 可能有问题 我想把自己说的 没有那么好 这样的话 到中后期 老板可能就不会很失望 你说你是病秧子 这指的是什么呀 我有哮喘 所以说一到春天 他会对你的工作 有什么影响吗 哪些岗位你不能做吗 体力性的我不太想做 就是比如说 别人上个六楼 蹬蹬蹬上去了 咔咔咔下来了 他可能说 在那个门口休息 五分钟 三分钟 他可能就完全没问题 因为我小时候也孝蠢 我从来没有觉得孝蠢 会影响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对 你是怎么克服的孝蠢呢 看起来挺阳光的 分享一下先 可能病情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六天 有三天去看病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你没有抑郁 我觉得很奇迹 因为当我处于 从小处于那样状态下的时候 病痒痒的时候 当每次跑步 老师照顾你 说不让你去的时候 我还觉得奇怪 我非要去 其实后来是 通过各种各样的锻炼 尤其是进大学之后 我到了体操队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锻炼 锻炼掉下来 最后就没了 从轻到重就是说 逐步地去锻炼 对 锻炼 增强体质 这些东西慢慢就没了 从快走到小跑 然后再慢慢地增加运动量 其实天琪 其实你作为朋友 你待在一起可能挺舒服 但是你看你这面试吧 特然纠结 就是优点现在一个 也没找出来的 然后缺点蹦出好几个 王天琪一定是靠他的小聪明 得到过很多眼前利益 但是我想跟所有电视机前的 年轻人讲 这是最要不得的 因为每一个能够聘用你的人 面试你的人 一定都比你的阅历更深厚 一定会比你更懂得 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的真实价值 你现在再以这样的方式面试下去 你所有的优点都会消失殆尽 你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是有点小可爱的 也挺随性 但久而久之让我变得有点感觉 有点吊儿郎当和无所谓的态度 就任何问题都不是直面回答 然后都是很消极的这种感觉 那个天琪 我要说一下 感觉好像我们要求着他找工作 对 图磊刚才说的你的优点 不是职场的优点 是作为一个朋友的优点 职场的优点 那个没有跟找工作没关系 行了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陈述 我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详细地说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和你要求职的意向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是我目前来说最好的状态了 就是也不怎么用喷那个药 然后心情也非常好 也很有工作的欲望 求职意向就是电商相关的 然后最好是助理类的 因为我是想学些东西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活有态 有PPT是吗 有PPT 我建议你正儿八经地说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张白纸 没有说太多的工作经历 第一点是在城管的记录人生 这些就是我当时在执法的时候 拍的一些那个照片 燕郊那边挺堵的 好多道边停车的 就想了一办法 就城管去锁车 但是城管我们又没有那个 罚款的权利 我们就贴张条 告诉他 你去找交警处理这个伪装 等他处理完了 我们再把锁给打开 第二就是网店的嘻笑怒骂 左边那张是我双十一 过一两天的一个销售的业绩 然后拍了一张就是发货的照片 这是我家那衣服都用盒装 我觉得用袋装的衣服 没有什么惊喜 然后这个会成为谁的小徒弟 小跟班吗 实际上我真的是非常想学的东西 我也没有那么多病 只是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策略 我想把自己说的差一点 结果你看了吗 你这个弄完了之后 抖了这么一小机灵 你看后边那什么结果 这叫聪明反辈聪明物 对 你的精力全都花在那些小机灵上 但是他这个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就他这个PPT 在就是一般的选手带来的PPT里面 他还算是一个PPT文件 不像所有的其他选手 基本上就是一个照片大集锦 他有个结构 他有个目录 没错 这个还是 他还是有一定的储备 他给人感觉就是恨铁不成钢 没错 他就这个感觉 还是总是差了密层 对 他就总是该来那狗届的时候 他又开始开玩笑 对 所以天奇 我业务的问题都不问了 因为看起来都比较初级 只有一个问题是至到目前为止 我还疑惑的 您说 你现在那个网店 你以后还做吗 因为我觉得做代购 可能现在不是很好做 做还是不做 做 但是策略可能会要改 以前是要囤货做 现在我就 你不都说转给别人做了吗 就是让别人先替我运营 这个东西就像孩子一样 真的 你现在你要找工作了 你那还做不做 我自己不去做 那就行了 创业跟打工 创业也是一种打工 你在一个工作状态上 跑出来 再到另外一个工作状态上 找工作 你这叫兼职 他确实挺机灵的 但是确实一路高开低走 越来越到最后的时候 就发现他其实太聪明反备聪明了 问一下你 薪水不低于多少 三千就可以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 就是他所说的 你稳定的工作状态 没关系 反正有三个月试用期 可以考察一下 他本来也就学三个月就够了 是不是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来听一下他们最近的职位吧 怀哲 就是解决大卖场 是基于社群营销 微商营销的这样一路数 搞得一个 卖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 其实跟他们都有合作 东军 谢谢 那我们给你岗位 就是我们勒朗葡萄酒 微商的北京拓展专员 王文刚 那优曼集团 是家居家坊的电商公司 你应该知道了 是 我能给你的岗位 就是运营专员 在北京 好 好 谢谢 接下来三盏灯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敬 好 有请许怀哲 王文刚 谈钱不上感情 写下你们的心头 其实我跟你说句闲话 我跟你说 幽默 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但是幽默是一种 看似肤浅的深沉 幽默背后一定有东西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笑一笑 好吧 写好了吗 请揭晓 三千加四千 都满足了你的最低薪金的要求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我想问一下王总 我如果工作状态好 有没有可能在您身边工作呢 什么叫你工作状态好 什么意思 没明白 就是我如果工作状态好 精神状态非常好的话 我可以在您身边工作吗 不是 你不在他身边工作 你就精神状态可以不好吗 没有 我的意思是 你能说明白你的目的吗 其实天奇我要打断一下 你在最后这个环节 你去问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其实你在 感觉你不是很真诚 对 你直接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在职场里面 有太多如果的话 老板承诺能承诺什么 你知道老板 退一万步 你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工作的足够优秀 我能不能在您身边工作 学点东西 你说如果我状态比较 你不在他身边工作 难道你状态可以不好吗 在企业里面 每个人的机会 靠自己争取的 你这一路是高开低走 刚已开场一个德云社 德云社成员的开场 挺好 结果刚才问到这 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能就是想 哎呀 刚才的眼睛有点瞎 对 你前面的乐观 让我感觉很好 后面的病秧子 让我心咯噔了一下 然后你现在这些小聪明 实在是让我很担心 凭据良性说 其实王文刚对你是怀有质疑的 真正对你喜欢的是许怀哲 我也非常 他是真喜欢你 但是你问 问的刚才那些问题 不能说你不该问 你可以问一些问题 但问的如果我是许怀哲 我有点伤心 我相信许总不会这么容易 就受伤的 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悠慢家访 解决网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 悠慢家访 悠慢家访 来 因为我一开始求之意向就是 悠慢家访 王总对我有一定的质疑 但是我觉得 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一下 我没有说像我展示的那么差劲 可能是让许董有一点伤心的 关于这个工作总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 我希望能够学一本算是专业版 然后能够自己说话 我对麦克林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比较喜欢做这种 就是让别人有买的欲望的这种工作 所以想去尝试市场相关的工作 不去尝试你什么都不会有 张力34岁 四川人硕士法国南特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力今年34岁 毕业于法国南特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今天想来在菲尼莫属找到一份和市场 或者是项目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好 水源很好 我的简历 谢谢 来 你的推薦理由 张力是在法国读的硕士 他在两家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曾经做过秘书和翻译 后来去法国留学 在法国就幸福地嫁给一个法国老公 然后回国 回国之后 在一个专门做法式的奶酪的一个创业企业 做市场专员 所以我觉得你的职业履历 包括你的留学经历都挺靠谱的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好 为什么回国 因为家里的原因就是 我们母亲去世 然后父亲住院了 那怎么就不回去了呢 因为父亲一直在医院 现在父亲身体还抱怨 对 所以说这就影响了你在国外的发展 对 是吧 本科毕业之后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就是在毛利塔尼亚使馆 做翻译 什么做翻译 后来怎么又出国了呢 然后后来去了法国使馆 后来觉得做翻译时间长了 觉得老师在说别人说的话 老师就要去翻译别人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自己发声 有自己的想法 表达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 所以就决定换一个方向 所以就出国留学 刚好那个我读的那个硕士的那个学校 他专门有一个职位有空缺 然后我就去应聘 后来就留下来了 听说你丈夫来了 对 是在国外结的婚 找的是位法国朋友 对 是吧 来 请你老公问两个问题可以吗 好 你好 如果不行的话你翻译啊 好 好 她好不好 好 好 好在哪儿 她好在哪儿 不刮 很漂亮 很漂亮 你为什么要抢我们中国的女人 不刮决一步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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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其实您的妻子现在回国找工作 你对她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你对她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你怎么想到的工作 我会做到的未来的工作 我希望你能够更加 她希望我能喜欢 希望我喜欢的工作 还有个问题 你做市场 很多时候要加班 你老公可以吗 我说如果我做的经验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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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只要我回家就行 哎呦 法国男人真好 我也想嫁到法国去 坐 她已经在 她们决定在中国生活对吧 对 所以这也是中国好老公 请坐 好 那个张丽啊 我有一个问题 你在2007年的时候 做秘书 已经是9000块钱收入了 但是你去了法国 拿到了文凭 拿到做事学位 反而你回国的工资只有6500 你现在寻找的工作 也只有7000 除了获得爱情之外 在你的经济收入上面 没有体现 你是怎么理解的 而且有很多的留学生 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来我的专业就是法语 所以我在翻译这个方面 或者说文蜜这个方面 就是语言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要求高工资 但是我要做市场 我相当于是从头做起 我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只不过我的这个阅历 比他们稍微丰富一点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一种失落 有啊 肯定是有 但是是有心理准备的 出国之前就有这种心理准备 她问你问题是因为 她有法国的朗葡萄酒 她在做这个酒 是吧 是对这个有作用 其实 学法语找工作是挺难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接触到非常多的人 去法国留学 去西欧留学 但是回来了之后 并没有有很高的知识的增长 其实收入也并没有提高 我们在用起来的时候 也未必就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好的服务 甚至有些是没有用的 这个佳勇应该有发言权 你在法国是正经有员工有公司 对不对 我说句实话不是针对你 其实我对法国员工 一直是心有余悸到今天 就法国现在你知道经常去罢工 罢工到什么程度 为了抗争 一星期工作35小时 就为这个事情游行 然后很多 就包括到我那里工作的留学生 其实我真的有 我会有点担心啊 就是他们养成了很多法国人的习气 其实跟中国的快捷 都是完全跟不上的 他们所说的这些顾虑 在你身上有可能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可能我会加班的那个任性 没有其他人那么好 我肯定是需要一段 更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 这也是我担心的 所以我认为东军 感觉问题存在的 就是他回来 就工资性质越变低 然后你又适应不了 中国的这种节奏 在台上表现出 好像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学生 因为习惯了那边的节奏 可能不太能够适应 国内的加班啊这些 其实加班是可以接受的 只不过就是 还是有一个频率问题 你回来之后 已经工作过几份工作 就一份 就那个奶老房 是吧 你在那加班吗 加班 因为它是个店嘛 然后有的时候六点 我们六点下班 有时候刚好六点钟有客人来了 那你必须得接待 还有的时候六点钟 老板想起来我们要开个会 那我们就开个会 就这样 那你会反感吗 会有点抵触刚开始 你是在那做市场专员 对对对 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后来是因为那个老板 我是被炒了 老板说业绩不好 第二呢是因为 除了周六周日之外 没有元旦假期 没有比如说十一休了三天 然后我说我要请 一个星期的无薪假期 我说我想休息一下 就是年后 然后他不同意 然后他就辞了我 就双方的 这是个中国老板 还是个法国老板 中国老板 但他也是在国外留学 法国留学很多年 你丈夫在中国做什么工作 他不工作现在 那他以后会在这工作吗 有可能吧 还不确定 那你们两个凭什么生活呢 就是靠什么来生活 他不工作 然后你这个工作 也照顾宝希的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经纪 因为我们没有租房的 这种压力 所以 你以后是不是打算还回法国 这个现在都没有想好 因为法国经济很不好 但是我们希望听到 你一个比较 稍微长远一点的规划 我是觉得五年之内 是不会回法国的 张力一进场 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 正常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 他调整好没好 他找工作的状态和心态 在我看是有一个很大问号的 那我希望他不是因为 生活的收入压力 而冲动性的一定找一个岗位 来 第一轮选择取火力 还有七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赛 准备了什么 一个PPT 来 解读一下PPT 好 这是第一张 这是我们那个 我在法国上学受的 全班的一个留念 另外一个 这个是关于在中国 进行管理团队 一个是团队建设 还有一个是归属感的问题 最后一张 是我对中国市场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市场的调研 或者市场活动策划 包括广告 大多数都在白色和黑色这一圈 如果最后能够打进黄圈 最后把 就是能够让 打进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能够让大家 就是去思考的这种公司 就是更少了 这种所谓的市场的营销策略 或者是活动企划 会更少 打到黄圈的公司 你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 我觉得百度就做的还比较不错 哪一个营销打到黄圈了 百度一下 就这一句话 我觉得就 或者我 我就讲你 最近你家公司 你做奶酪公司的这个市场专员 你认为你们公司达到了哪个圈 我们公司 正在蓝圈 蓝圈往红圈走 你使用了哪些策略 让它从蓝圈往红圈走 策略主要是可能 和普通的大多数的公司 没有太大区别 比如说微博 微信 当时主做的是淘宝 因为在我之前 这个公司是没有淘宝店 然后我去了以后 主做淘宝 主做个体销售相当于 那就只做线上的是吗 线下也有 线下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 我们会参加一些周末的市集 我会亲自去售卖 那就是这一部分的工作 是你一个人独自承担的是吗 不是 其实就是我和老板 然后负责 对 那张莉可能因为之前的舞台 比较小 那现在这样 我们在这儿给你一个题目 现在有好多人喜欢去国外旅行 用自驾的方式 那现在需要你比如说 利用像ehi这样的海外游的租车平台 去推广法国的自驾游 作为一个marketing的人 你觉得你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idea 我觉得如果说是去法国游的话 可能帮他们制定一个 比如说线路是一个非常 不走寻常路的线路 而且很适合自驾的 因为在比如说一些大的景区 或者大城市 停车是很困难的 自驾是非常不方便的 而我们可以引领他们去一些 停车又方便 然后同时又能够领略到不同 湖光山色的地方 同时打出一个就是招牌 比如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呀 或者给他们举办一个 就是有一个意义的一个 这么一个事情 对 那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去推广你这么好的主意呢 渠道的话可能会有 你熟悉哪些推广渠道 其实妮娜没想让你做 法国境内的那些产品 她只是想在这些产品 你如何在中国国内的渠道去销售 比如说和几大就是旅行网站 比如说鞋城啊去哪儿 还有穷游 我觉得穷游是一个很好的网站 就是开发的机会 就是合作的机会会比较 可能比较适合一些 你今天有想去的企业吗 有福能集团 然后还有解决网 解决网已经灭灯了 你有薪金的要求吗 7000 那么接触的是 市场类的基础岗位 愿意接触吗 也愿意 不过我觉得老板不一定愿意 给一个基础岗位7000 就是你的薪资是不可调的 这个我透露一下 我就听你说了 好 张力呢在这个应聘的 非你莫属过程中 因为他之前也发过一些简历 所以呢有一家 在北京的一个小外企 然后呢已经给他offer了 是6500 但是他希望就是 非你莫属这个更好的企业 也给他一个不错的一个offer 就以他的条件来说 比如他的语言 加上他过往的这个资历 拿7000家8000家 绝对没问题 但是刚才把我吓跑的 就那一条 就是我的习惯已经接受了法国 虽然你已经才在那待了两年 你就有了这个习惯 这一下就把我吓跑了 我们谁都不会说 你就天天要加班 但是保不齐感受 保不齐有的时候会加一下 好 来 有些问题 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来 第二轮选择去霍零 还有一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说出你的职位和薪酬 是我们北京分公司的 市场推广经理 薪水我给到的是6000家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我讲为什么是6000家 首先我们是有季度奖金 这是第一 第二还有年底的这个双薪 第三我的假期都是符合国家 正常的这个假期标准 所以平均下你基本收入能够达到 7500以上是至少的 对 还有问题吗 薪资能再高一点吗 我说了这些 可以了综合收入7500 综合收入其实不少的 我们因为有绩效啊 然后还会经常有项目奖金 你啊老公还是要出去工作的 嗯 两个人共同努力的 谁高谁低没关系 是吧 但男人是不能宠的 别管是中国男人 还是法国男人 宠多了都出事 好吧 考虑15秒钟 美拉或者是谢谢再现 请问你的选择是 美拉 去吧 感谢 觉得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真的全新的挑战 然后这本来就是我想做的方向 觉得不能只看眼前 还是要看长远 节目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非你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创新创业改变中国》 每周二晚21点20 欢迎收看天津卫时大型创业 投资服务类节目 藏龙卧火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观众的投票平台 您的选票决定创业者的命运 参与投票 您将有机会获得创业者送出的 该创业公司的股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